相互陪伴,共同成长 大家好,我是顾吉哥 2021年底了 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农历春节有长达9天的连续假期 您打算怎么过呢? 疫情仍然严峻 建议您除了外出透透气之外 还是尽量待在家中 聊聊家常 并且欣赏精彩的影视节目吧 但是市面上的电视盒子何其多 该怎么挑选呢?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款 无论你想K歌 听音乐 这一句玩游戏 还是欣赏院线电影 甚至掌握股市的及时动态 全部一网打尽 真正智慧型语音解析的电视盒子 影片最后 我还会免费提供两台电视盒 给大家抽奖 当作新年礼物哦 请大家务必不要错过 简单初暴 我们马上开始 喜欢我的视频 还请订阅分享 加点小铃铛哦 你的鼓励 我的动力 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 EVBOX 6 MAX 一波电视盒 一款很台湾本土的电视盒 它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一波电视盒 拥有强大的人工智慧语音操控 而且价格合理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它的硬体规格 Cortex A53的chip 4G的RAM 64G的ROM 双屏无线Wi-Fi 蓝牙采用了最新的5.0规格 除了更省电 也更加灵敏 无延迟 硬体规格中规中矩 但是它的操作系统是Android 10.0的操作系统 相较于旧版的操作系统 Android 10.0除了操控上更加的快速之外 还大幅的增加了隐私与安全防护 所以非常建议您在选购电视盒子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安卓操作系统的版本 在10.0以上哦 我们先介绍一下EVBOX6一波电视盒的遥控器 它有传统的红外线遥控 也可以蓝牙连接到电视盒进行遥控 传统的红外线遥控 遥控器必须对着电视盒的接收器 才能够进行遥控 但是利用蓝牙连接遥控器跟电视盒之后 您就可以使用五指向性的方向进行遥控了 比如您正在欣赏滑灯初上 舒舒服服的躺在沙发上 看到昏昏玉碎时 有别于传统的遥控方式 蓝牙遥控器不管面对哪一个方向 直接按下电源按键 一键关机 设定蓝牙连接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只要先同时按着遥控器的左右方向按键 这时看到红灯闪烁 然后在电视盒画面主页进入设定 再选择蓝牙设定 就会看到EVAI这个设备 点击它就完成连接了 此外EVBUX6的遥控器还有学习功能 它可以学习电视机的遥控功能 这样让您可以直接将电视机 跟电视盒子的遥控器合而为一 也不会让您的客厅桌上一堆遥控器了 我们来设定一下 在EVBUX6的遥控器上 按下右上方绿色的电源按键 大约五秒钟不要放 然后红色的指示灯会常亮 再按下要学习的按键 并且将电视机遥控器 对着电视盒的遥控器按下想要被复制的功能按键 比如电源按键 学习成功后 红灯会闪烁几下 然后会再次进入学习模式 我们重复上面的步骤 就可以完成复制了 有句话说 细节是决定成功的关键 没用过不知道 一旦用过 就再也回不去了 接着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EVBUX6MAX的外观 它提供双USB接口 以及TF卡 也就是相机的SD记忆卡插槽 比较特别的是 EVBUX6MAX 除了提供4K的影片品质以外 它还具备了HDR的镀比音效 同时还提供了光纤输出的端口 喜欢玩音响的朋友们一定知道 目前为止 最好的声音传输方式 就是使用光纤连接 也因此光纤输出端口 也是所有顶级音响的标准配备 这代表了一波电视盒的定位 就是提供最高品质的家庭影音输出中心 它直接把电视盒子的地位 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接着我们进入EVBUX6的主页面 它的主页面简洁易懂 开放式的系统而且相容性高 我们可以自行下载 并且安装任何第三方的APK应用软体 这样不管是电视台的直播频道 院线电影 连续剧 甚至想在家中欢唱K歌 都轻而易举 比如关心股票市场的朋友们 下载安装一个看盘软体 家中的电视机立即变成券商的VIP式 我也会在影片的最后 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觉得不错的电视盒软体 以及下载的方式 接着我们先点击电视live 这是一个类似电脑上捷径的功能 所以进入以后 可以自己添加已经安装好的软体 到这个选单内 我打开我已经下载 并且安装好的第三方软体 恒星直播 进入以后 马上就跳出台湾第四台的所有直播节目 还不止这样 按下遥控器上的OK按键 左侧马上跳出一列选单 原来不光是台湾的直播节目 香港 大陆 新马地区 美加 日本 韩国 各国的直播节目 应有尽有 而且您只要按下遥控器的蓝色语音按键 不要放 说出 打开民視 打开中天新闻台 画面就会自动切换到您指定的频道了 也可以说 打开58台 就会切换过去了 有了它上千台的有线电视频道 您还需要继续租用有线电视吗 通货膨胀下 省钱就是赚钱 我们在遥控器上按下了OK按键以后 还会显示频道的节目表 有些精彩的节目 我们可能因为工作而错过了 怎么办 不用可惜 不用饿玩 EVBOX 6 替您想到了 它还有七天内直播节目回放的功能 您只要回到主页面 点击回看 我们一样选择我事先下载安装好的恒星回看 进入后点击左侧的地区名称 再点击频道名称 然后就会出现七天内的节目 随时看 随时播 真的是你怎么开心怎么来 接着我们再介绍影音点播功能 比如您想看最近很红的台剧 滑灯出上 在任何页面时都可以直接按下遥控器上的蓝色语音按键 不要放 说出我想看滑灯出上 一秒钟搜索结果就跳出来了 再试试 我想看纸钞屋 也是马上跳出所有纸钞屋的聚集 这些影音资源 我们一样都可以透过下载 并且安装第三方软体的方式取得 点播的视频影片 这样就介绍完了吗 当然没有 魔鬼藏在细节处 我们在恒星点播的主页 上方有一列 最近播放 收藏 推荐 4K 电影 电视剧 等等分类 我们在电影项目 按下遥控器上的OK按键 哇 除了最新的影片之外 还有提供Netflix的影片 Disney Plus的影片资源 而且只要是缩图上 有显示字幕的 就代表这部影片提供多语言字幕 显示发音的 就代表提供多语种配音 也就是它可以选择 我们想要画面呈现哪种语言的字幕 举个例子 我们进入D Plus 进入右方的雷神2 除了画质细腻之外 透过光纤输出 HDR杜比音效的震撼效果 更是让您生力其境 接着 按下遥控器上的菜单按键 就会跳出字幕 音轨 以及画面说放的设定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英文 日文 韩文 还是其他语言的字幕 您都可以自行设定 再点击音轨 您还可以自行选择是 英语发音 法文发音 德文发音 或是其他语种 这特别适合 想用看电影 来学习语言的朋友们 这些操作 看似容易 其实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 也需要更大的网络传输评观 才能够做到 换句话说 这些努力的目的 就是为了带给消费者 绝佳的试听体验 与享受 还是那句话 不用不知道 用过之后 保证您跟我一样 再也回不去了 多语言字幕 多音轨 多种画面调整方式 所带来的便利性 以及更多的试听饗宴 只有您亲自体验后 才会感受得到 当然 既然有这么好的音效 我们也可以下载一些 K歌软体 让您在家 也可以一盏歌喉 比如最近很红的 王力宏的 好心分手 还有周董的歌 有了EVBOX6 一波电视盒 何必还要去KTV 何必还要花钱 何必还要冒着 染疫的风险出门呢 顺带跟您分享一下 EVBOX6的语音操控 使用的是语音辨识 而不是一般设备上 所采用的语音搜索 一般的语音搜索 是将您的语音指令 转换为文字之后 上传到Google 执行搜索 并且将结果列出 但EVBOX6所采用的 语音辨识 是将您的指令 转换为文字后 直接做出语音解析 并输出结果 两者的差别 就类似 一个是在Google上 输入文字指令 另一个是利用 苹果手机的 Hi Siri 说出指令 得到的结果 也是完全不同的 两者的技术等级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由此更可看出 EVBOX6团队的用心 接着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在网路上下载 并且觉得不错的电视盒子软体 我们可以先在电脑上下载 Amton Store商店的软体 下载的链接 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内 您也可以直接扫描 现在影片上出现的QR Code 进入下载 无论您使用USB转存 或是推送的方式 先把Amton Store 安装到EVBOX 一波电视盒子之内 安装好后 执行它 上方有分享码功能 点击进入 然后您只要输入EVBOX6 就会看到古吉哥推荐的电视盒 第三方软体了 直接点击 直接安装 方便又快速 拿走不屑 总之 EVBOX6 MAX 一波电视盒 强大又完整的硬体规格 加上开放的系统 丰富的资源 方便又使用 无论自用 还是年节送礼 都是家人与亲友的最佳良扮 最后新年快到了 古吉哥要免费赠送两台 EVBOX6 MAX 一波电视盒给大家 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 并且说出EVBOX6 一波电视盒 最吸引您的地方 您就可以参加抽奖 我会在12月28号 星期三的晚上 抽出两位幸运的网友 这样让您在元旦假期前 就可以收到EVBOX6 一波电视盒了哦 赶快留言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还请订阅分享 加点小铃铛哦 你的鼓励 我的动力 让你现在赚紧 请订阅分享